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PW》YouTube频道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节目录制的时间是2021年8月5日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台 《芒向静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段时间我们三个台也遇上了一些困难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如果你发现有被自动退订的话 请大家务必、务必、务必重新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以及各位主持的世台,多谢大家 这一节就是正向时事多合一的时间 第一条新闻就来自家产生所在的加拿大 关于什么人呢?就是关于孟晚舟女士 孟晚舟女士再次要出庭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 其实最后阶段的听证会 在温哥华卑斯省最高法院开庭 看到媒体的照片 孟晚舟女士今天都可以用雍庸华贵来形容 新着黄湿蓝短咒套裙出庭 其实孟晚舟女士的律师就说 美国当局试图在引渡案当中进行这个误导的行为 必须予以谴责 停止整个过程 从而释放孟晚舟 律师孟晚舟就说 孟晚舟受到美国的虐待 也就是说 针对他的欺诈案的误导性记录 只能以暂停诉讼的形式来回应 他的律师还告诉 卑斯省最高法院的 副首席法官Herms 即是福尔摩斯 Herms是摩斯 女士 就跟摩斯对事说 我们 说的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暂停 暂停诉讼 这个就是唯一的补救办法 对于美国的误导行为 要进行有意义的谴责 预计未来三个星期 孟晚舟女士的律师和司法部 就会 对她是不是 引到去美国 会进行这个法律辩论 孟晚舟女士因为 被控在华为和另外一间公司 关系上 就误导 汇丰银行 令到汇丰银行面临美国 的 一些惩罚 当时 汇丰银行面临什么呢 就是面临 违反美国对伊朗 制裁的 风险 所以 美国 亦都希望 引到孟晚舟女士 而且 是通缉她的 她本人 和华为公司 是否认了 这个指控 今年7月 孟晚舟女士的律师团 就提交了新的证据 但是被这位 副首席大法官 Herms拒绝 理由是这个证据 是没有明确支持 关于美国 指控不合理的主张 那么 律师说给法官听 这些文件 包括电子 邮件的链接 还有 电子表格 这些文件 其实 都是削弱了 对孟晚舟女士 欺诈罪的指控 并且亦都证明了美国 向加拿大 提交的 一些 责要当中 误导了法庭 这就是 他律师所说的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其实 孟晚舟女士 在2018年12月 在温哥华机场 被捕之后 已经被保释 他一直就住在温哥华 的家里 其实这宗案 也引发了中加关系 是愈发紧张的 其实说真的 在 现在的 叫做 政治气氛之下 这宗案 亦都是 一个复杂地缘政治变化的 一个属性 现在这个 法官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 他必须决定释放孟晚舟 第二 是不是会建议 加拿大司法部长 引导他到纽约 以欺诈罪 接受 审判 星期三 即是加拿大时间 星期三 的听证会 是孟晚舟 提交所 为的 第三 分支点 第三分支 论点的申请 即是 他应该 被释放 因为美国提供的 一份对他指控的 总结文件当中 他们的律师团就说 是明显不可靠的 听证会 可能会持续到 8月20日 之后 法官 Herms 即是 摩斯 将 考虑他的判决 判决 应该稍后就会公布 但是 法律专家就说 无论 判决是怎样 上诉可能会令到 诉讼程序拖几年 之前 家产生也说过 其实我也觉得会拖几年 司法部 将最终决定 是否将 孟晚舟女士引渡到美国 加拿大时间星期三 已经是孟晚舟被捕的第977日 目前他正是住在温哥华的家里 报道就说 孟晚舟曾经有过加拿大封业卡 即是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 但是 法庭听证 会就说 这个身份已经失效 这个我引述他媒体 其实 引渡案 可能 有一个 结果 就是 最终会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 他 可能成为一个关于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 重要判例 所以 都是要 搞那么久 因为 这个案件很重要 当然对于中加关系 也是很重要 这是第1条新闻 第2条新闻 来自澳洲 澳洲的 澳洲的 摩总 即是我们总理 莫里森 其实 之前也说过 澳洲 要 加强军备 买多些军备 和自产一些军备 澳洲政府 发起了一场价值10亿澳币的军备竞赛 计划在本地製造 导弹 那么 一些土生土长的澳洲国防公司正在联合起来 和外国的 叫做 一些军备制造 承包商竞争 军事采购合同 这是标书 这是要投标的 澳洲媒体就说 中国军事实力 不断增加的时候 我们很害怕 一定要对抗中国才行 其实你怎样增加都和中国差十万八千 因为两个国家的角力差得太远 不过澳洲政府曾经说过 会加快购买 自家制造 就是除了买 他自家也想制造一些 飞弹之类的武器 其实 他们就说这些技术 是一项重要的主权体现的 技术 如果我们有这些技术 等于我们主权 主权就很有能力 作为一个紧急状态的 迹象 为什么这么紧急呢 因为 澳洲联邦政府 开放和提供 这份标书的 资讯 是三个星期那么短 而且8月2号已经截了纸 很少会那么短 其实证明了 现在是十分紧急的 很想 快点投入 竞争这份 合同的有什么人呢 就有 美国 这个 军事 製造巨头 雷神公司 很多人觉得 他 取得这份合同的机会 是最大的 因为他和美国政府有紧密合作 而且 在 敏感 导弹技术方面 他也是 掌握了很多 而且他已经是 澳洲 军方 导弹的 导弹 製造的 主要供应商 之一 就是 他已经和澳洲 在做事 所以他有经验的 另外 英国 军火巨头 PAE 系统公司和法国 的 另外一间公司也表示有兴趣 其实说回为什么 澳洲总理 要搞军备竞赛呢?因为之前他承诺 到 2040年澳洲 就会 导弹 400亿澳币 就搞这个 导弹 和本土的企业 亦都希望可以 分一杯羹 所以 本土企业 就做一个强强联手 有两间企业 他们就想着联手成立一个联盟 是本土公司来的 就叫做主权 兔坦联盟 其实 就是使用一个 共同设施 和 本土的 工程师 希望大家 联手 就可以赢得 这份合同 希望坎那些 外国的 大佬 你说行不行呢? 不知道 因为始终实力 和刚才说的 雷神公司 差得有点远 不过他们强强联手 可能 本土制造 你说会不会给他一些优势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不会 因为这些技术 我们 和美国佬比 都是有点差距的 这个 主权导弹联盟 其实他们也有很大的 雄心壮志 他们就说 他们 将会建造一个 能够製造 导弹的工厂 并且在七八年之后 制造自家研发的东西 但是短期内 他们 他们都是 帮助一些 叫做外国厂商 代工 这样说 拭目以待 我觉得 最后也帮人买 都是找美国佬 或者法国佬 这是第2条新闻 第3条新闻 就是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正在大规模升级改造 西伯利亚大铁路 以及其他远东铁路交通基建 大家知道 中澳交户 俄罗斯就希望将更加多的煤炭和农产品卖到中国 同样地 莫斯科也看到 中美关系也 目前不是那么好 所以 他们就打算 将 他们自称为 欧亚大陆条的 两条主要 摆铁路 就 整好 就准备 买多些东西 如果 这两条大铁路搞好之后 往来 中欧之间的双方贸易 就会经俄罗斯 运输到 更安全可靠 的地方 他们说 他们就会将这条铁路 两条铁路 成为俄国对华关系的新卖点 究竟是什么铁路 第一条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 和贝加尔 亚木尔 大铁路 第一阶段的 升级改造 预计今年就全部完成 其实 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又称为 第一欧亚大陆条 是连接莫斯科到远东 港口城市海深威的 全长是9288公里 就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 贝加尔 亚木尔大铁路 是第二条贯穿西伯利亚的大铁路 西起就是贝加尔河 东道就是亚木尔河半 他叫亚木尔河半 我是引述的 是俄罗斯讲法 中脚的讲法 亚木尔河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黑鲁路 所以 当然 官方是这样 俄罗斯 因为俄文译过来 就叫做 贝加尔亚木尔大铁路 应该叫贝加尔黑鲁路大铁路 就更正确 要是我们是中国人 按照中国的讲法 说回 这条全长是4234公里 其实 5月的时候 俄罗斯 总理 米书 斯金 就下令 巨款 去搞这两条铁路 其实 现在已经看到 已经有所成果 他们觉得 如果 搞好之后 铁路运输 比起海运 会快两周 那么多 和 刚才说过 中国就停止 购买 澳洲煤炭 和 还有其他商品 出口结构 和澳洲相似的 俄罗斯 其实就看到机会 一位俄罗斯学者就说 俄国 其实是可以 完全 代替澳洲 抢占 澳洲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但是由于 远方地区的铁路 运输能力严重不足 和当地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令俄国 在西伯利亚东部开彩的 煤炭 没办法大量到中国 远东铁路网基础设施升级之后 毫无疑问地可以帮助 俄罗斯改变这个局面 就是可以买多些东西 中国 另外一件事我们提醒大家 3月的时候 苏伊士运河 一度被 海运的巨型 博贵轮这个长次号 大家记不记得是塞住了 这样令到 中国 海上交通运输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更加受到关注 因为原来塞住就这么大事 其实不单止中国 全世界都很害怕 苏伊士运河又塞多次 其实 俄国同样都期望 用这次打造 重新打造 欧亚大陆桥的机会 令到自己 的物流 取得一些优势 其实根据俄国媒体报导 在中国和欧洲两地之间交通运输当中 使用俄罗斯 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输的比重 目前已经达到60% 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 海上 线路相比 使用 俄罗斯大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令到欧亚之间的货物 运输时间 减少两星期 当然是指升级之后 与此同时 一些俄罗斯的战略分析人士也开始说 中美交户 经俄罗斯陆路交通运输要比中国 海上交通更加安全 所以叫中国不如用我们俄罗斯的 铁路 不过 和过去的沙俄时代和苏联 时代政府一样 普京政府在升级改造远东铁路 同样面临资金短缺 尤其是人手不足的挑战 因为 有些地方很冷 不容易找到人 这一节就是我们正向时事多合一的时间 多谢大家 拜拜